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被誉为最经典的林黛玉 不管翻拍多少版本 他演绎的林黛玉都无法被超越 以至于观众一想起林黛玉 就是他的模样 1984年 19岁的林黛玉进入《红楼梦》剧组培训 87版的《红楼梦》上映后 成为万人空巷的神作 陈小旭一夜爆红 那时的陈小旭也收到很多邀请 影视剧资源多到挑不过来 但他却选择了参军 进入北京战区文工团 在他最红的几年里 一直在部队演出 以至于他的名声在外 作品却不多 期间 陈小旭有过一次婚姻 前夫是著名演员碧炎君 在大宅门里饰演白景旗的父亲白影轩 两人原本是老家文工团的同事 也是他鼓励陈小旭报名《红楼梦》的选拔 但两人结婚后 名气差距越来越大 争吵不断 很快便离婚 陈小旭退伍之后 便遇到了第二任丈夫 郝童 他们一起创立了长城广告公司 赶上了创业最好的时机 当时 国内广告公司很少 陈小旭的名气又很大 很多人都慕名而来 找林黛玉合作 这家广告公司也迅速成长起来 等到陈小旭再次涉足迎评的时候 他已经成为投资人 董捷和潘岳明的定情之作《红一访》 就是他投资的 名利双收的陈小旭 原本是人生赢家 但他却患上了乳腺癌 而且他笃心佛教 不愿意伤害身体 所以选择保守治疗 没有及时进行手术 2007年 已经到了癌症晚期 陈小旭剃度出家 法号妙珍 当时这件事一度成为爆炸新闻 但他的脸上却轻松愉悦 然而 仅仅三个月后 他便去世了 年仅41岁 2.何宝生 何宝生是香港影视歌三席艺人 他出演过最知名的角色 是吕颂贤版《笑傲江湖》中的林平之 何宝生原本是天选之子 从小家境优渥 父亲白手起家 将资产做到过亿 他从小到大衣食无忧 再加上长相帅气 很小的时候就去国外留学 即便不进入娱乐圈 人生也有很多选择 只因为他回香港和朋友聚会时 唱了一首歌 便被唱片公司相中 随即便将他签下并推出个人专辑 何宝生的专辑反响很不错 同时他也对表演产生了兴趣 在23岁的时候加入了无限议员培训班 经过一年培训后被TVB签下 成为力捧的小生 在TVB期间 他参演了《水饺皇后》 《见证实录》等众多作品 同时还担任音乐节目的主持人 同时还出演电影 八行个人专辑 虽然没有大火 但也是备受追捧的小生 而且何宝生身上并没有附加公子的恶习 他十分努力 懂得抓住机会 也没有闹出什么绯闻 何宝生与TVB的合约结束后 继续在娱乐圈发展了几年 但他的角色开始沦为配角 龙套未能拍出代表作 之后他开始接触佛法 并且深信自己的佛祖有缘 2005年 何宝生放弃亿万家产 选择出家 法号道生 从此再也没有了阴性 据说多年来 他一直云游四海 经常被偶遇 每次被遇见 都是一身朴素的出家人打扮 费真灵 费真灵原名张颜琼 是费玉清和张飞的亲姐姐 她也是最有争议的出家人 她是家中长女 16岁就被星探发掘为电影演员 17岁开始在歌厅助唱 之后慢慢走上了专业歌手的道路 曾经一度红到日本 还发行过五张日文专辑 两个弟弟也是她引荐给电视台 姐弟三人还曾经一起主持过节目 费真灵将弟弟推荐给了台湾著名的音乐人刘家昌 才有了之后的费玉清在歌坛的大放异彩 费真灵最初在舞台上的形象 以艳星为主 姐弟三人的主持风格也很大尺度 就连温文尔雅的小哥也有着乌王的称号 但费真灵在31岁的时候选择退出娱乐圈 开始下海经商 可惜经商失败 35岁的时候体度出家 法号横竖 但关于她的各种新闻还是一点都不少 费真灵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比丘尼 她是一个穿金带银 出入豪车代步 十分奢侈的出家人 甚至出家之后还经常登上综艺节目 口无遮拦 但费真灵因为挥霍无度 很快陷入了财政危机 一度欠下4000万台币 最初两个弟弟一直在接济她 但她却不知收敛 每个月5万元生活费都嫌少 两个弟弟也不再出手帮忙 姐弟三人因此反目 费真灵曾多次在节目上讽刺张飞和费玉清 忘恩负义 她一边学习佛法 一边讲学 同时还不断登上娱乐新闻 相比出家人的身份 她更像是一个另辟其境的综艺明星 4.林伟亮 香港演员林伟亮 原本是一名游泳教练 身材高大 身形健硕 因此被星探发掘进入娱乐圈 林伟亮从一多年并未走红 大多都是在出演配角 曾经在电影《古惑仔》中 饰演恐龙哥 还出演过《九七加油喜事》 《十兄弟》等一系列电影 林伟亮还有一个非常知名的前女友 周海妹 她在年轻时也是一个花花公子 吃喝玩乐十分逍遥 她之所以顿入空门 也是因为自己年轻的时候太过享乐 2004年 她拍完最后一部电影《我要做model》之后 便退出娱乐圈 并在香港慈山寺替发修行 而且林伟亮一直和娱乐圈的很多好友 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经常接待他们上山礼佛 在寺庙里遇到粉丝也毫不避讳 有时候还会出现在明星聚会上 很多明星也因为她的原因 经常到慈山寺礼佛 如今林伟亮已经出家十几年 法号严伟 现在的她一脸和善 早已没有了当年电影中的戾气 5.刘兰希 刘兰希是台湾八十年代走红的歌手 原本去观看歌唱比赛的她 因为靓丽的外形被唱片公司发掘 从而签约成歌手并发行唱片 刘兰希出道的时候正是台湾民谣大火的年代 公司为她量身打造了西洋恋曲 风儿别敲我窗等极具少女气息的歌曲 她也和当年众多歌手一样 曾到日本发展 发行的日文专辑颇受好评 她的代表作细风细雨 后来曾被邓丽君、王妃翻唱 后来形象较好的刘兰希 被公司安排出演电视剧 曾在《神鹰飞燕蝴蝶掌》 《和尚的月光》等多部电视剧中出演女主角 在刘兰希的一次演出中 琼瑶刚好和朋友坐在台下 一眼便相中了她 随后便邀请她出演电影 《聚散两一一》中的中可会 琼瑶非常喜欢刘兰希的长相 并将她签约到自己公司旗下 钦点她出演了多部 由自己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 只可惜 八十年代的台湾美女实在太多了 刘兰希虽然人美歌甜 但一直不温不火 后来 刘兰希与年长自己十岁的医生男友结婚 婚后逐渐淡出了演艺圈 她陪丈夫一起到美国进修的时候 夫妻二人开始一起研究佛法 并且深陷其中不能自拔 后来 刘兰希的丈夫回到台湾继续行医 而她则选择在美国出家 法号道荣 此后再也没有关于她的消息 但是在2022年1月10日 却突然爆出 刘兰希在美国旧金山至藏寺原济 去世时面容安详 祝福她一路走好 六 庄文青 庄文青是早年TVB的演员 也是无限议员培训班第一届的学员 而她进入娱乐圈也是因为有一个不幸的家庭 在庄文青很小的时候 父亲便抛弃了他们母女 她的童年和母亲相依为命 过得十分凄惨 然而在她长大一点后 母亲却迷上了赌博 不仅输了很多钱 还经常对她大打出手 庄文青中学毕业后 便进入社会打工赚钱 为了赚更多的钱 才选择当明星 然而 庄文青的长相算不上出众 她在TVB扮演大多都是配角 在周润发版《上海滩》中 饰演古灵精怪的汪月琪 当年 上海滩非常火 周润发和赵雅芝 算得上是顶流明星 汪月琪这个角色非常讨喜 算得上庄文青从一多年 知名度最高的角色 而这部《上海滩》的导演 就是庄文青的丈夫 邵振强 两人还是议员培训班的同班同学 庄文青和邵振强 在1976年结婚 那时两人都不出名 都是TVB的小角色 庄文青还在一边演戏 一边还债 然而 《一部上海滩》 没有捧红庄文青 却让导演邵振强 名声大噪 两人的事业也随之 拉开差距 最终 这段婚姻 以邵振强的出轨而收场 这段感情 也给庄文青带来了 很大的伤害 最终在1991年 庄文青选择在香港保龄寺 梯渡出家 从此不再过问俗世 也再也没有了关于他的消息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哦 我们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 就会变成了 看